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有鉴于很多私立学校 开办国小国中九年基本国民教育课程 并依照私校法的规定设置校长一人 但是国小的教育和国中的教育内容并不相同 学校对于国小的孩童 仍需费心于注重照顾与保育 除了教导知识课程外 国小阶段更需引导孩子们 培养良好的起居和生活的习惯 但是国中阶段的孩子已经迈入青春期 脱离照顾保育而需要更多的指导 协助探索思考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判断是非的能力 所以九年国教虽然是连贯性的 但是国小和国中的校长 在学校在管理的教育的内容是不同的 而产生差异 所以校长的自校中理校务方向也所不同 而依照现行的私立学校法的话 私立学校的国中小仅能设置校长一人 可是公立学校就可以分别设置学校长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使得私立学校的国中小校长 又要兼顾国小的照顾和保育的面向 又需要顾及到国中阶段孩子转变的 不同的教育的内容 校务负担很大 而且又影响到国中国小阶段性的专业教育 所以基于提升私立学校教育的品质 维护国中小学童授予的权利 授教的权利 所以提案修正私立学校法第41条 放宽私立学校国中小德士校务的实际需求 而设置校长一到二人 我想至于刚刚教育部的回应 我觉得这次教育部的思考是发非常的僵化的思考 非常僵化的思考 就教部说 如果一个学校设两个校长 在权质上面可能会发生问题 这个是内部规定就可以克服的 学校的章程是可以克服的 董事会的决议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不能因为说是有两个校长 可能会造成权质的不分 就抹饰了学生的受教权 抹饰了这个教育的品质 我觉得我深深不以为难 对于内部的 如果你是个学校要设置两个校长 就是分别设一个国中的校长 或者设一个国小的校长 你在学校的章程上面 可以很明定有关权责的划分 你在内部的规定上 也可以很明定的划分权责 你在董事会的决议上 也可以很明定的划分权责 而且是 而且是并不是硬性规定 你必须要设两个校长 而是是学校的状况 你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设置两个学校 两个校长 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品质 对于学校的管理 是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敬请各位同龄支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